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连串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阻止卡玛拉·哈里斯使用拜登的竞选资金 称这是一场价值9150万美元的抢劫 民主党方面则称这一指控毫无根据 接着 我们转向埃隆·马斯克 他澄清了媒体报道的 每月向特朗普竞选活动捐赠4500万美元的消息 是虚假的 然后 特勤局官员敦促特朗普停止安排大型户外集会 因为安全隐患增加 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 他的副手JD万斯因性别歧视言论再次引发争议 特朗普计划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集会上 集中火力攻击哈里斯 哈里斯则在他的首次竞选集会上批评特朗普 并强调了堕胎权和投票权等议题 在一个震撼性的揭露中 特朗普的侄子在新书中 回忆起特朗普的种族歧视爆发 揭示了这位前总统的更多争议性行为 最后 哈里斯的加入 使得选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他将以 检察官对抗罪犯的 姿态挑战特朗普 这可能会激发特朗普最糟糕的本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度解析几篇备备受关注的新闻报道 首先我们来看一则来自独立报的报道 文章中提到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最近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FBC提交了一份投诉 指控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在乔 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 非法使用拜登的竞选资金 称这是价值9150万美元的抢劫 特朗普的法律顾问大卫 沃林顿 在投诉中要求阻止这笔资金的转移 声称这种行为违反了1971年的 FBC竞选法案 对此 民主党人并不以为然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发言人表示 这一指控毫无根据 并认为共和党人可能是极度民主党人 有动机击败特朗普和他的Mega盟友 与此同时 埃隆·马斯克澄清他 并为每月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捐赠4500万美元 称媒体报道不实 而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 特勤局官员敦促其停止安排大型户外集会 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发生的暗杀未遂事件 让这些活动存在安全隐患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还包括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 这将是两人自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以来的首次会面 特朗普表示 期待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并致力于实现中东和平 此外 特朗普的副手J.D.万斯 因其对卡玛拉、哈里斯的性别歧视言论 再次引发争议 万斯曾在2021年批评哈里斯和其他民主党领袖 称他们是 没有孩子的猫女士 质疑他们的领导能力 这段视频最近再次在网上流传 希拉里、克林顿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进行了讽刺 特朗普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竞选集会上 预计将集中火力攻击哈里斯 称他比拜登更激进 并将拜登政府的失败归咎于他 特别是在美墨边境安全问题上 哈里斯则在密尔沃基的首次竞选集会上 批评特朗普及其支持的2025计划 称这是将国家带回过去的计划 根据最新的路透社 一普索民调 哈里斯在拜登退出竞选后 以44%对42%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这一结果显示 选民对哈里斯的信任度高于特朗普 特别是在应对挑战方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卫报》的一篇报道 这篇文章的内容更加引人注目 唐纳德、特朗普的侄子 弗雷德、C、特朗普三世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 《家庭中的一切、特朗普家族及我们如何》 走到这一步中 揭露了特朗普在年轻时的种族歧视行为 他回忆起 在1970年代初期 特朗普看到自己的白色卡迪拉克 埃尔多拉多敞篷车被损坏后 愤怒地使用了种族歧视用语 N字 这本书将于下周二在美国出版 描述了特朗普在看到车子损坏后的暴怒 直接使用了种族歧视的语言来表达愤怒 种族歧视的指控 一直伴随着特朗普的商业和政治生涯 虽然 关于他在电视节目《学徒》中 使用种族歧视语言的录音 从未出现过 但他的行为和言论一直备受争议 弗雷德、C、特朗普三世 在书中描述了1970年代初期的一次事件 唐纳德、特朗普对着他 心爱的车子上的损坏 大骂黑鬼 这成为他种族歧视的又一例证 这本书不仅揭露了他叔叔的种族歧视行为 还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家族 在纽约皇后区的生活环境 以及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 弗雷德、特朗普长辈、唐纳德、特朗普 和特朗普公司 曾在1973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指控他们在纽约的住房开发项目中 存在种族歧视 尽管这起案件最终以无罪认定结案 但对特朗普家族的影响深远 在现代政治历史上 特朗普对种族和性别问题的言论和行为 同样引发了广泛争议 他的侄子弗雷德 C、特朗普三世 和侄女玛丽 特朗普都曾在书中 揭露过他种族歧视的行为 这些指控可能会在选举年 对他的竞选造成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 来自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 文章指出 特朗普和他的政治团队 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精心策划了一场 针对一位年迈且体弱的 白人男性总统乔拜登的竞选活动 然而突然间 特朗普面临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手 一位年轻近20岁的黑人女性副总统 卡玛拉·哈里斯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是以 检察官对抗罪范围 主题强调他作为检察官的经验 并强调特朗普在多司法管辖区被起诉 并被判有34项重罪的事实 这种策略可能会吸引那些 对特朗普和现任总统乔拜登都不满的位决选民 特朗普对女性对手的攻击历史悠久 通常将他们描述为精神不稳定或更糟 而哈里斯的候选资格 可能会激发特朗普最糟糕的本能 使他可能在攻击他时过度发挥 进一步疏远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和郊区女性 哈里斯的候选资格 引入了竞选中的不确定性 他可能有能力赢回那些已离开民主党 或表示支持特朗普的黑人选民 并重新激发党内基层的热情 尽管如此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仍将他与拜登政府的 不受欢迎记录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通胀飙升和任期早期的 创纪录的边境越境问题 总结来看 特朗普当前的竞选活动面临多重挑战 不仅要应对来自哈里斯的强劲竞争 还要面对家族成员在书中揭露的 种族歧视指控 这些因素 无意味即将到来的选举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这就是今天突发事件的全部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最近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BC 提交了一份投诉 指控卡玛拉 哈里斯 在乔拜登退出竞选后 非法使用拜登的竞选资金 称这是一场价值9150万美元的抢劫 特朗普的法律顾问大卫 沃林顿在投诉中要求阻止这笔资金的转移 声称这种明目张胆的抢钱行为违法 了1971年的FEC竞选法案 民主党人对此投诉不以为然 因为哈里斯早已在拜登的竞选团队中参与筹款活动 哈里斯竞选团队的发言人查尔斯·卢特沃克称 这一指控毫无根据 并表示 共和党人可能是极度民主党人 有动力击败特朗普和他的Mega盟友 同时 埃隆·马斯克澄清 他并为每月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捐赠4500万美元 称媒体报道不实 特朗普此前曾吹嘘这一承诺 称马斯克是聪明人 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 特勤局官员敦促其停止安排大型户外集会 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发生的暗杀未遂事件后 这些活动存在安全隐患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勤局已与特朗普的官员沟通 建议改为室内场地 如体育馆等大空间 目前没有安排任何户外活动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还包括与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 这将是两人自特朗普总统任期 结束以来的首次会面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表示 期待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并致力于实现中东和平 在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的副手J.D.万斯 因其对卡玛拉、哈里斯的性别歧视言论 再次引发争议 万斯曾在2021年批评哈里斯 和其他民主党领袖 称他们是 没有孩子的猫女士 并质疑他们的领导能力 这段视频最近再次在网上流传 希拉里、克林顿也在社交媒体上 对此进行了讽刺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集会上 特朗普预计将集中火力攻击哈里斯 称他比拜登更激进 并将拜登政府的失败归咎于他 特别是在美墨边境安全问题上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与哈里斯 进行多次辩论 但尚未确定具体安排 哈里斯在密尔沃基的首次竞选集会上 批评特朗普及其支持的2025计划 称这是将国家带回过去的计划 他强调了堕胎权、投票权等议题 并呼吁选民支持他击败特朗普 根据最新的路透社 易普索民调 哈里斯在拜登退出竞选后 以44%对42%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这一结果显示 选民对哈里斯的信任度高于特朗普 特别是在应对挑战方面 在一本新书中 唐纳德、特朗普的侄子 回忆起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 在纽约房地产事业初期 看到心爱的车子受损后 愤怒地使用了N字 种族歧视用语 这个令人震惊的场景 出现在弗雷德、C、特朗普30的新书 《家庭中的一切、特朗普家族及我们如何》 走到这一步中 该书将于下周二在美国出版 《卫报》获得了一份副本 《黑鬼》我记得他厌恶地说 看看这些黑鬼干的好事 弗雷德、特朗普写道 描述了他叔叔的种族歧视爆发 在这场动荡的选举中 特朗普面对的是卡玛拉、哈里斯 这位首位有色人中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这本书可能会引起轰动 种族歧视的指控 一直伴随着特朗普的商业和政治生涯 谣言称 在特朗普参加的NBC热门电视节目《学徒》中 有录音显示他使用了N字 尽管这些录音从未出现过 黑人参赛者奥马罗萨·马尼戈特曾表示 他听过这样的录音 特朗普否认了这一点 自2016年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以来 经历了四年的白宫生涯和第三次总统竞选 特朗普多次使用种族歧视语言 并面临种族挑衅的指控 他强烈否认了所有这些指控 尽管如此 弗雷德·C.特朗普三世 详细描述了一个惊人的时刻 他说这发生在1970年代初期 在他祖父母的家中 位于纽约皇后区唐纳德·特朗普的父母家中 对于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来说 这只是个普通的下午 特朗普三世写道 但随后他的叔叔来了 唐纳德很生气 特朗普三世写道 天哪 他真是气坏了 特朗普说他的叔叔给他看了他的 白色卡迪拉克埃尔多拉多敞篷车 在奇可伸缩的帆布顶篷上 有一个巨大的裂口 至少有两英尺长 旁边还有一个较短的裂口 黑鬼 我记得他厌恶地说 看看这些黑鬼干的好事 我知道那是一个坏词 他的叔叔特朗普三世写道 并没有看到谁损坏了他的车 相反 他看到了损坏 然后直接进入了人们在面对心侮辱时 有时会去的地方 跨越了种族鸿沟 弗雷德·C 特朗普三世 是一位成功的纽约房地产高管 在特朗普公司之外 并且由于他作为父母的经历 他是一位支持智力和发展障碍者的活动家 他不是第一个写书描述在弗雷德·特朗普 长辈领导的家庭中成长的特朗普家族成员 这位纽约建筑和房地产大亨 以及未来的总统 2020年 弗雷德·C 特朗普三世的妹妹 玛丽·特朗普 出版了畅销书 太多和永远不够 在推广那本书时 他说他的叔叔 显然是种族主义者 并补充说他听过他使用种族歧视语言 我认为这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惊讶 因为他今天是如此恶毒的种族主义者 玛丽·特朗普 今年将发布另一部回忆录 讲述他和弗雷德·C 特朗普三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二世的悲惨生活和早逝 这位长子却看到他的弟弟 接管了家族企业 当弗雷德·特朗普长辈去世时 特朗普三世和他的妹妹 被他们的叔叔和姑姑 有效地剥夺了继承权 后来达成了和解 2020年 当玛丽·特朗普发布他的回忆录 并且唐纳德·特朗普试图阻止他时 他的兄弟与这个项目保持距离 但今年6月 当西蒙与舒斯特宣布特朗普三世自己的书时 他承诺 坦率而揭示 从未讲述过的故事 将 揭示特朗普帝国的黑暗角落 出版商还表示 特朗普三世写书的动机 是2024年的选举 并暗示 他的书可能 影响国家的决定 这本书 在描绘特朗普对种族的态度时 毫不留情 关于1960年代 和70年代的皇后区 特朗普三世说 这是 地球上最具多样性的地方之一 但也是对比鲜明的地方 亚买加庄园特朗普家族居住的富裕白人社区 与大多数有色人种居住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亚买加庄园的居民发生了什么坏事 特朗普三世写道 他们就是罪魁祸首 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干的 他考虑了一个关键问题 纳摩唐纳德是种族主义者吗 注意到 人们已经问了几十年 特朗普三世说他的叔叔在他说 人们说各种粗鲁 无心 偏见的化石 使用了恩字 并补充说 也许当时皇后区的每个人 都是种族主义者 特朗普三世 说他没有听到他的祖父弗雷德 特朗普长辈使用恩字 但确实听到他有识 说沙沃沙 这是对黑人的异地虚语侮辱词 他的租户都是白人 这一定意味着什么 不是吗 1973年 弗雷德 特朗普长辈 唐纳德 特朗普和特朗普公司 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指控在纽约的住房开发项目中 存在种族歧视 特朗普三世写道 这对公司来说 是一个痛苦的时期 因此对唐纳德来说 也是如此 所有的宣传都是负面的 二字 种族主义者 被随意使用 特朗普家族反诉 案件已无罪认定结案 正如唐纳德 特朗普所说 特朗普三世还谈到了 他祖父在1927年 参加3K等集会时 显然被捕的事件 这让家人感到惊讶 当时这一事件被报道出来 中央公园五人组成员 回忆特朗普 他没有改变 详细描述了 他自己童年时期的一个事件 他说三个 看起来很凶的黑人孩子偷 了他的自行车 特朗普三世 说他的叔叔唐纳德 要求其中一个孩子 受到惩罚并被关起来 然后他引用了唐纳德 特朗普成年生活中的 另一个爆发点 1989年 他在纽约市报纸上 刊登了整版广告 要求对中央公园五人组 实施严厉的 实际上是死刑 惩罚这些黑人青少年 因强奸一名白人女子 而被错误的监禁 我不能说我感到惊讶 特朗普三世写道 突然间 我又回到了皇后区 唐纳德 特朗普和他的政治团队 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精心策划了一场 针对一位年迈且体弱的 白人男性 总统的竞选活动 大多数美国人 告诉民调机构 他们怀疑 这位总统 能否再担任四年 然而 突然间 特朗普面临了一个 截然不同的对手 一位年轻近20岁的 黑人女性副总统 卡玛拉 哈里斯 他带来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并为这场本来相对静态的竞选 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哈里斯的盟友已经透露 他将以 检察官对抗罪犯的 主题来进行竞选 强调他作为检察官的经验 并强调 特朗普在多个司法管辖区 被起诉 并被判有34项重罪的事实 这种检察官对抗罪犯的策略 可能会吸引那些 对特朗普和现任总统乔 拜登都不满的 味觉选民 这也可能激怒特朗普 使他复活 他对其他黑人 女性检察官使用的语言 例如纽约的 莱蒂西亚 詹姆斯 和乔治亚的法尼 威利斯 两人都被他称为 种族主义者 并进行了人身攻击 在周一的一次露面中 哈里斯明确表达了 检察官的攻击线 他描述了自己座位 就金山地区检察官 和加利福尼亚州 总检察长的过去经历 他说 在那些角色中 我对付了各种犯罪者 虐待女性的掠夺者 欺诈消费者的骗子 为了自身利益 而违规的作弊者 所以听我说 我了解唐纳德 特朗普的类型 特朗普方面 他一直试图在大选前 软化一些最严厉的 报复性言论 然而 多年来 他因性别和种族问题的言论 而疏远了大量受过 大学教育的选民 和郊区女性 而哈里斯的候选资格 引入了特朗普 可能对他发起攻击 并进一步疏远 这些选民的风险 特朗普有长期攻击女性对手 和批评者的历史 通常将他们描述 为精神不稳定 或更糟 他曾在自己的政府官员面前 称德国前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 为那个婊子 这一说法 后来被纽约时报证实 在哈里斯的情况下 这种蔑视在公开和私下 都表现出来 特朗普告诉人们 他说话押韵 这是一种嘲笑 他偶尔在社交媒体上 病毒时传播的语言 混乱的说法 这些说法成为福克斯新闻 和自由派喜剧节目的常客 公开场合 特朗普称他为 讨厌 疯狂 和不尊重 嘲笑他的笑声 错误地发音他的名字 并推广一个虚假的说法 即哈里斯在宪法上 不符合担任副总统的资格 这与他对巴拉克 奥巴马的种族主义 出生地运动相呼应 在周一下午的 Truth Social帖子中 特朗普指责新闻媒体 试图降 像石头一样愚蠢的 卡玛拉 哈里斯 从一个完全失败 且无足轻重的副总统 变成未来的伟大总统 他说 不 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 哈里斯现在 获得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并淹没了特朗普 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承认 这种情况通常会促使他 试图以某种方式 插入新闻周期 往往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 我认为他有很大的可能性 在攻击他时过度发挥 All in together的创始人 推动女性在商业和政治中 进步的倡导者劳伦 利德说 我不认为 这对他来说是战略性的 我认为 这是自动的 特朗普对希拉里 克林顿的攻击 并没有让他在2016年 总统选举中失败 尽管他在任期最后一年 因新冠疫情 和警察杀害 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 引发的抗议活动 而受到广泛批评 他在三个战场周 仅以约4万票的差距 输掉了选举 共和党策略师认为 今年竞选的一些基本面 仍然对特朗普有利 他们认为 党内基层的热情 和对拜登记录的反感 有助于他们的候选人 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在事后看来 比当时更受好评 他的顾问质疑哈里斯 在全国舞台上的表现 特别是在他2020年的竞选活动 未能进入爱荷华州预选之前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这次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居然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投诉卡玛拉 哈里斯非法使用拜登的 竞选资金 这显然是他在选战中绝望的表现 根据FEC的法律 这种过渡性资金的使用 是由法律依据的 特朗普显然是极度民主党的资金充裕 自己则起人忧天 哇 楚天书 你这论点 简直是无稽之谈 特朗普的投诉完全是合法的 他只是想确保选举资金使用的 透明度和合法性 拜登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使用这笔资金的行为 确实存在争议 特朗普的投诉 正式揭露了这一点 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行为 谢奇奇 你可真是特朗普的忠实粉丝啊 但事实是 特朗普的行为 完全是出于极度和恐惧 看来他对哈里斯的领先地位 感到害怕 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民调 哈里斯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2% 这才是他真正焦虑的原因 所以 他选择了这种小伎俩来分散注意力 楚天书 你的幽默感真是有点过头了 民调固然有他的参考价值 但我们不能忽视哈里斯在拜登政府中的表现 他在边境安全问题上的处理堪称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针对他 至于特朗普的选举策略 不管怎么说 他对哈里斯的批评是有根据的 这些批评切中了选民的痛点 谢奇奇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为特朗普站台了 哈里斯在竞选中强调堕胎权和投票权 这才是真正关心民生的举动 反观特朗普 他的竞选活动中除了争议和指控 还能有什么实际政策 而且 让我们不要忘记 特朗普自己也面临多项起诉 谁才是那个真正需要法律监督的人呢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哈里斯提到的堕胎权和投票权固然重要 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其他方面的失败 特朗普的选民看重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和强硬的边境政策 这些才是选民真正关心的问题 而且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仍在审理中 无罪推定原则还是适用的 我们应该看到他在推动中东和平方面的努力 这才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好